你好 欢迎收看1月1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坍塌路段 15号下午顺利抢通开放通行 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自到场视察 不过公路总局考量 夜间无法有效监看边坡安全 将暂时实施夜间道路封闭的措施 因此傍晚5点钟通车之后 苏花公路只有先开放2个小时通行 至于未来几天一直到1月18号 通车时段会配合泼面的防护作业 每天也只有三个时段可以开放通行 大型机具陆续撤出现场 崩落路面的花岗岩也已经通通清空 工程单位不眠不休 赶在十线之内巧通 苏花公路 晚上5点钟放行的时候 去备合南澳公路段的放行的时间管制 北上的话可能会放行半个小时 南下放行半个小时 摊房路段全面抢通 不过编拨防护作业还在持续进行中 苏花公路下午5点通车后 将先开放通行2小时 在18日全时段通车前 苏花公路每天仅开放三个通车路段 分别是早上5点到8点 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以及晚间5点到7点 由于公路总局晚间无法有效监控编波安全 因此夜间暂时封闭道路 不过能在十线内抢通东部交通大动脉 隔魁苏贞昌特别赶到现场 感谢所有施工人员 公路总局预估春节期间 苏花公路行车数量会比平常增加2到4倍 加上18日之前通车时间有管制 呼吁民众一定要耐心等候小心驾驶 另外虽然春节期间 从1月19到31日为止 苏花公路全线开放通行 不过公路总局还是呼吁驾驶人 一旦碰上大雨或地震过后 边波土石容易松动 经常发生落石摊坊 用路人一定要提高警觉 小心驾驶 记者综合报道